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Visa作为这个临放的姊妹车型同样在外观方面跟雷克萨斯的车型非常的相似 我们来一一的看一下啊 你可以看到在车头位置它用了很多非常凌厉的线条 包括这个双L型的这个大灯啊 同样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这个雷克萨斯的这种气质 并且下方大尺寸的黑色的散热开口啊 也是给这台车增添了很强的运动属性 如果说把车头比作一张脸的话 Visa有着一个更加立体的鼻子就是在这一块 它的两个大灯之间的这个线条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 中间被一个凸起的一个设计给它隔开了 这样它的车头就会显得更加的有立体感 并且从侧面整个车头就显得更加的修长了 来到侧面啊 如果说您不着重的去留意轮毂上丰田的标志 你真的远远看过去以为是过去了一辆雷克萨斯的新车 因为它整个就是所有的线条走向包括车身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一个下次的车型 我们来一一的欣赏一下 首先一个修长的前一行盖给了它特别优雅的气质 并且呢也符合这种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线条非常优雅的腰线啊 一直在车尾呈现出一个动感的走向 并且在尾部用了一点稍稍溜背的设计来增强它运动的属性 那么车门把手用的是无钥匙进入的方式 轮毂呢则是密服式的设计来突出这个豪华感 我们来看轮胎的尺寸啊 是一个22550R19的胎 那么它的车身的尺寸车长是4780毫米 轴距是2690毫米 虽然是定位中型SUV 但这个尺寸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它的优势 不过整一个的线条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蛮协调的 那么搭配上19英寸的轮毂啊 这个视觉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车尾啊 你看到它用了上下双层的扰流板 那么这个尾灯感觉有点像是贯穿式 不过中间被封层的标识给隔开了 上面则是有高位的刹车灯 往下看啊 双边单出的真排气 外边那一圈镀隔的是它的一个包围 里边是真正能排气管 这个还是挺运动的 然后在车尾这个位置里能够看到一个混动的标识 以及一个一货电子四驱的标识代表我们这是一台顶配的版本 OK那车尾就是这么多我们现在到车内去看看吧 如果说这个外观的颜值是非常之高的话 那么内饰啊我觉得还是希望封田可以再花点心思 再设计这方面 现在这个内饰风格你感觉它确实是很实用 你比如说它将大量的功能啊都给你用还是用这个物理按键来呈现的 比如说上下调这个温度 然后这个空调的风量大小 包括你座椅通风和加热就在这边手边就可以通过这个按键来控制 所以说就不像有一些就高度集成那些自助品牌的车 你需要这个屏幕里边一击击去翻找 这个你常用的功能都给你拎出来了 你用起来就特别的顺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因为我们这顶配的车型呢 所以两块屏幕都是12.3英寸的尺寸非常的够用 其实我开的时候我不怎么去看这个仪表盘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台口显示 你台显还蛮好用的 然后这个仪表盘的风格也是非常雷克萨斯 一个蓝色的边黑色的底 就这个风格真的会让我恍惚间以为自己在看雷克萨斯的车 但其实毕竟雷克萨斯也不是走科技路线的 所以整个的风格确实是比较怀旧 但这个屏幕的科技质感绝对是比雷克萨斯要强多了 我们比较常用的像Q1啊百度地图啊 里面全部都是收纳进去的 所以你用起来觉得特别的趁手 因为它的这个清晰度和反应度在核心肥白当中 我觉得也是比较高的那一种 那么往下看啊 也就是机械的挡霸 然后呢不同的挡位之间 它的灯光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样就会防止你挂错挡 然后这个车内是有一个特别炫的功能 就是可变光的天幕 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在这个位置 你看现在的这个天窗 整体是有种雾蒙蒙的效果 然后只需要一秒钟 特别是透明的了 是不是非常的炫 那这个技术其实是跟波音飞机上的那个技术是一样的 你如果说想要光线更昏暗一点 可以让它成一个关闭的状态 那么希望这个风景啊 比如在旅途当中可以看到天空那些性质的话 就把它打开来就好了 切换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不管是在哪种模式下 它的主要间隔绝也都是99%的 这个实在意外 另外呢 这台车的音响的配置也是很高的啊 给你用了一个GBL品牌的音响 音质的效果非常不错 我现在驾驶的这个车呢 是2.5升的HEV双勤混动的版本 那么这台车它的动力选择啊 如果说是入门版本的话 是2.0升的燃油的 那么如果是中高配的话 你就可以去选择到2.5升的HEV匹配 E4VT的这么一个动力组织 那就是基本上 现在丰田的轻车都有这个战略了啊 就是低配是原油的 那么高配给你升级一个混动 混动之后 这个车的动力就更强了 现在的最大功率可以去到163千瓦 并且也会更加的省油 那么这台车还是一个匹配的 是E44电子四驱系统的 相比较没有四驱的话 它的油耗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也就是说一丁点啊 现在基本上我们实时看到的油耗 是百公里6.5升左右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 它的这个官方的油耗 可能是在5升多 另外它这个动力响应啊 你看到它真的是一个 因为它是自然吸气匹配的 就是混动的动力组合嘛 所以它的加速 真的是来的非常的线性 非常干脆 不会有涡轮增加的那种车型 持质的感觉 就是基本上是随踩随有 而且这个感觉 不会来的特别的突兀啊 整个的加速 这个你这个油门的比例感 是非常棒的 而且噪音也来的 相对来说很小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 喜欢日系车的一个原因 在这台车上 你可以很好的去感受它 就是它非常沉稳 非常优雅的一个加速的感受 并且可以带给你 很好的一个隔音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Visa这款车 不管是从外观 动力还是内饰啊 都跟雷克萨斯 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如果说您是雷克萨斯的粉丝 想要选购一台性价比 比较高的车型的话 我觉得Visa是您的不二之选 那么这台车在三月底之前啊 针对新车主 还有很多的福利置换活动 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 现在入手呢 是比较划算的时期 至于两个版本怎么选 我推荐如果说您经常 走一些非铺装路面 或者说冬天 经常遇到冰雪天气的话 那不要考虑啊 直接去上2.5升 这个四驱的版本 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选择 2.0升燃油版本的中高配 性价比会更高 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面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